青藏鐵路第三回合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10點4時 我們已經大概已經開了30分鐘了 在南靠近我們在昨天來的往那木措的方向 天天號上面白白的圈 那叫做燕青唐古拉山和很高高的山峰 海拔呢在接近在5100米的部分 其實這樣做之後蠻青藏鐵路 這個時候就是有寫 我那時候還在這邊念書考船長 然後寫一些書 那可以的話我會安排自己一個 他們在一起我就安排另外一個 因為他們在做他們自己的 那不能大部分做青藏 我但是在休息跟念書 那如果試給一起很熟 他會一直聊天吃東西 他們就覺得很快樂 這時候你對也不用去財富補 去跟他們在搞 因為他們自己的小圈圈 你不用再去看到他們 現在所看到的有很多的毛牛 這是青藏鐵路的一些特色 毛牛 毛牛的平均一隻呢 大概大概7000塊錢人民幣喔 如果有差不多100隻以上 就是一個大戶人家 土豪 那在青藏鐵路每100公尺呢 會有安全人員在旁邊的檢戶 他們呢連續兩萬呢 就不免不業的保護青藏鐵路連路的安全 還有一些衍生動物床 不小心影響到整個行車的安全的部分 所以青藏鐵路也可能是整個全世界三大高山鐵路 我覺得蠻舒適之一的部分 而且做的時間又這麼長又這麼短 在2007年的時候正式對外開放 真的就可以從西寧 然後到戈爾墓 再從戈爾墓到西藏的拉桑 造球從2007年開始 西藏拉桑的觀光 從此蓬勃發展 直到今日2015年的10月呢 你們可以看到每天的 全世界各地以來西藏 有朝聖的人潮的一樣 弱役不絕 旁邊的旁邊的中心 然後到西藏拉桑 如果我們又恐怕一下,想溪流了 我們又恐怕一下,想溪流了 詞文字幕 詞曲 李宗盛 写向寶寶 中文字幕 李宗盛